病毒是什么 病毒是一个结构非常简单的东西 打个比方这是一个蛋白 那么这是一个基因 一个蛋白里面包含一个基因 这就是一个病毒了 有些病毒稍微复杂一点 一个蛋白里面可能包含了两个基因 有些病毒可能更为复杂一些 一个蛋白除了包含基因之外 还包含了酶 还有些病毒在它蛋白的外壳外面 还有一层外壳一层油脂的膜把它包住 那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的简单了 反正就是蛋白基因 最多外面再加一个膜 病毒是怎么传播的 病毒传播一般分为五个步骤 首先它会找一个细胞 然后附在细胞的外面 病毒要比细胞小很多 是一个细胞的几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 然后第二步它会找机会 把它的基因释放 让基因进入到细胞的里面 然后第三步就是更为关键了 它这个基因就好像一个催眠大师一样 进入到细胞里面之后 就会对细胞进行催眠 然后让细胞运用细胞 自己所有的这些能量资源 来复制病毒 来制造它不同的替身 我们知道细胞比较大 病毒很小 然后病毒它是细胞的几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所以在细胞里面就能够制造出 几百上千个病毒来 然后第四步 当它制造了很多很多自己的替身和副制品之后 发现细胞能量已经耗光了 它不想再待在里面了 然后它就开始给细胞打几个洞要装出去 可能打好几个 可能打一个大的洞 然后把所有的病毒召集起来准备出发 然后第五步 就是从一个细胞里面 这些病毒跑出来 然后又去感染了其他类似的这些无辜的细胞 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 并不是所有的病毒 它进入到细胞之后 它就开始复制自己 也有些病毒会从此就进入一个永眠的时期 就是永远沉睡下去 它待在这细胞里面可能觉得特别舒服 然后它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或者忘记自己的使命了 那这种病毒进入细胞之后其实是无害的 科学家发现人的基因里面 大概有8%的物质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么也有人猜测 这8%可能就是永远进入沉睡的病毒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病毒进入到细胞之后 它进入一个潜伏期 潜伏期其实是一个非常利于病毒去传播的 一个危险的时期 因为当一个生物 它身里面含了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在潜伏期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就拿现在比较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 导致的新型肺炎来说 它的潜伏期最长 现在发现是可以达到14天 然后它是可以通过人的唾沫来传播的 比方说它进入到一个人体 它感染了1万个细胞 然后这个人不知道 它出去跟不同的人接触 那么它的口水讲话的时候喷出来 或者呼吸的时候不小心喷出来 可能里面就会携带一部分 十个百个千个的带有病毒的细胞 然后这些病毒又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传播 当它一旦度过潜伏期 那就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病毒和细菌有什么区别 首先细菌的体积比较大 细菌它大概是病毒的几百倍到几千倍 然后细菌它也是一个生命体 它是一个细胞来的 它是有活的有死的 对不对 一个细胞 它有完整的细胞膜细胞壁细胞核液泡等等这些组织 但是一个病毒它不是一个生命 现在科学家也弄不清楚它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反正它不属于五大生命王国 我们说五大生命王国就包括真菌 原核生物界 原生生物界 动物界和植物界 那么病毒都不在其中 还有就是细菌既然它是一个生命 那它感染了人让人生病之后 它是可以用抗生素这类的药来进行治疗的 比方说经常用到的青梅素 阿末西林这些都是属于抗生素 但是病毒引起人的这些疾病发炎发烧 是用抗生素无法治疗的 要专门使用针对这种类型病毒的疫苗 或者抗病毒药 还有一个病毒它是可以感染细菌的 因为细菌也是一个细胞 然后细菌是不能感染病毒的 除此之外细菌跟病毒的防止方式也不一样 细菌是通过自我分裂来进行防止 比如说一个细菌它一分裂就变两个 两个就变四个 四个就变八个 然后八个变十六个 十六个变三十二个变六十四个 然后变一百零八个 越变越多 这样的乘次方的增长 但是病毒它自己没有办法进行复制 它不能分裂 也不能说一个病毒跟另外一个病毒结合 产生一个新的病毒都不行 它必须要借助于细胞 借助于它的宿主 就是它寄宿到这个细胞里面 这个宿主来帮它进行防止 还有一点就是细菌它是存活的嘛 它自己是一个生命体来的 但是病毒如果离开了它的祭祖之后 它就什么也干不了了 病毒为什么这么难治 第一个原因是病毒它非常的多 地球上的病毒有十的三十一次方 那么多也就一后面有三十一个零 一后面八个零就是一亿了 一后面三十一个零那是一个 我们根本平时不会去想象的一个超级天文数字 打个比方吧 宇宙当中我们说有无数个星星 对不对 但是所有宇宙中的星星加起来 也没有地球上的病毒那么多 那么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呢 地球上的病毒呢 起码是整个宇宙当中 星星的一千万倍还要多 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病毒啊 它寄生在细胞的里面 当它感染了人之后呢 如果你要杀死这个病毒 那你首先呢就要找到这个病毒吧 它躲在这个细胞里面 你很难找到它 另外一个呢它就躲在这里面 你要去弄它的话 你还得把这个细胞可能也得弄死了 我们不能够说泼洗澡水 把孩子也泼出去吧 这个就危险性比较高 我们要或者说只弄感染了这个病毒的细胞 还有别的细胞呢可能不小心也弄到了 所以呢它的隐藏性是它难以治疗的 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难治的原因呢 是因为病毒它没有生命 而人类对它的了解其实是很少的 它没有生命 你就不能够把它给杀掉 不能弄死它 你只能把它结构性的把它给毁灭 病毒呢它就好像是僵尸 跟一个孙猴子的结合一样 僵尸呢它也没有生命 你说它像人一样在动 它又不是人对不对 我们看一些恐怖片 但是呢这个僵尸 如果再加上孙猴子的一个技能 拔一根毫毛就能变出成百上千个 分身来 那不就是更难治疗了吗 那病毒它就是这样子的 病毒有没有什么益处 有很明确的说有益处啊 地球上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病毒 前面介绍了 那也有很多的细菌 细菌有好的有坏的 细菌呢它会通过自我分裂不同的增长 那么地球上的这些病毒啊 每两天的时间就会消灭地球上 大概一半的细菌 如果没有病毒的话这些细菌呢 它就会已经统治地球了 我们想两天的时间呢 它就消灭了一半 然后病毒它本身呢 它又离开了这个细胞啊 包括细菌也是可以作为它的宿主啊 它离开了这个细菌 比方说这个细菌被它杀死之后呢 那病毒自己也就不能再复制了 所以病毒自身呢在它杀死它这个宿主的同时啊 它又让它自己的数量得到了控制 现在呢 医学界也在研究如何运用病毒的一些特性 来对人的一些疾病啊进行治疗 比方说它的杀菌的一些特性 比方说它能够把基因携带进入细胞内部的这么一个特性 那我们如果有些人先天的有一些基因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通过病毒让它携带一个好的基因编码 然后进入到这种的细胞 把它之前的那个坏的基因编码给替换掉呢 为了用最简洁明了的方式呢 把病毒给解释清楚呢 我查了很多资料 对这些资料也做了很多的选择啊 摘取啊 以及把它们编排成现在讲的语言 这些资料呢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节目的介绍里面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开来看